當你喜歡的角色而加倍 但是你卻抽到別子 我們稱之為了歪 三顆星星的時候就要來抽SKOOSTAR FAST 上次才抽完我們的FAST限定NICO 現在又來啦 這個FAST限定的領啊 我真的也是經過了深思熟慮啊 這一次的這個領喔 這個 這個圖面 這個衣服 沒有不抽的道理啊 我也知道4000 在4000的時候抽真的是不太妙 但是大家要知道啊 FAST限定 如果你現在不抽到 除了之後 不太有機會能夠保底之外 也不太有機會遇到他的PICK UP 所以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沒有不抽的道理啊 雖然4000真的是不太妙啊 然後有沒有人會想說 你的石頭不夠課金就好 不好意思我現在是不想課這個遊戲的好不好 那個 那個應該大家都知道為什麼我不想課這個遊戲啊 好不好 那 這一次喔 這一次就看 我們80抽有沒有機會抽到啦 就 再看一次 這一次的領 啊天啊 新娘服啊 我真的很喜歡 領穿新娘服啊 對啊 好希望他嫁給我 咳 沒事沒事開玩笑 咳 好 那我們就80抽之內 看能不能抽到 沒抽到就 就算了 然後在那之前呢 我之前有拿到一些單抽券 我們現在來抽一個單抽券試試手器 有沒有 10張 也就是10連抽喔 看一下能不能 也也 隨便啦 我覺得重頭戲還是那個啊 重頭戲還是等等的FAST 這個就隨便了 啊結果真的是保底 原來現在我們現在在這邊 回升一下我們的人品嘛 等等 就 慢慢儲我們的人品啊 等等那個才比較重要對不對 但那個FAST比較重要 嗯 FAST喔 你知道 FAST一直都是一個很懸的東西喔 有時候就是 你不懂怎麼抽都抽不到 但是我們上次 Niko是有抽到的 CISC 好 對 但是我不知道同樣的好運 會不會再上演第二次喔 我也知道這難度是非常高的喔 但是 我覺得也是沒辦法 這次就 真的沒有不抽的道理啊 抽不到就算了好不好 因為 因為你 你這次不抽你就等於是放棄啦 對啊 所以 就還是抽好不好 雖然我覺得可能過沒多久 那個FASTRuby就出現了 唉唷 我覺得套路都是這樣演的啊 但是我覺得這次零不抽 就等於是直接放棄了 所以我們還是拚拚看好不好 有拚就有機會 我也是希望這次可以抽到啦好不好 好啦我們直接 來我們的 第一個十連 來吧 先讓我看到彩棒 拜託 呃有沒有 有沒有 阿 我覺得這應該不會升格啦 這應該不會升格 我們看到第八張喔 好啦我們有八次機會喔 我們有八次機會 我們等一下要看一下領的機率啊 領的機率應該有個0.5%之類的吧 你知道 不到1% 如果說不到1%的話 其實 你八次抽想要抽到都是蠻難的啊 這個都是 獨好運的啊 好啦 海威是新的欸 對啊海威是新的欸 好啦 繼續抽喔 我們還有七次機會 來吧 先讓我看到彩吧 拜託了 先讓我看到彩啊 拜託 有沒有 阿 怎麼會 欸這不是重播吧 怎麼還是第一張跟第八張 不是吧 這麼難抽 5%欸 欸 你知道每次抽 每次抽的遊戲 我都會懷疑它到底有沒有5% 對啊 感覺又很難抽啊 然後 各位看官可能會想說 最近 AS搞那麼多事情去 你這次 實況有沒有要邊抽邊碼 恩 是還好 最近還好 不是要領的S啊 而且這招我早就有了 要滿圖是不是 要滿圖也是可以啦 我最近 比較棄的不是AS 我最近比較棄的是SIF 好啦 我們 來試試看喔 又要再罵倒一次嗎 可是我覺得同樣的東西不會 不會奏效第二次 只是我最近 比較想罵 SIF 也不是罵啦 就來討論一下 我們剩六次機會了 我們先來看這次有沒有好不好 六次機會 欸 為什麼 為什麼三十連沒有 你認真 你不是5%嗎 你是不是想要氣死我 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想要我罵你的AS 欸不是 可是我最近想要 比較想講SIF欸 SIF最近怎麼樣 你們知道嗎 我們知道SIF的國際版 就是 他的中文要不見了 簡單來說是他的中文要不見了 他說 可是他的說法很奇怪喔 他是說 後面是不是沒有了 後面沒有了嗎 他的說法很奇怪 他是說中文要沒有了 然後 然後他會改成英文版的APP 所以各位看完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知道這件事情 你們如果有在玩SIF國際版的 你們要好好學英文的好不好 因為 因為之後就沒有中文囉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可能對很多人影響蠻大的 但是我最 不能理解的是那個 他說 我們是會另外推出一個英文版的APP 但是 他要把排名併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影響比較大 對我影響比較大 排名併在一起 然後ID也要併在一起 哇你要把日版跟 國際版的ID併在一起耶 那我其實可以理解成你們是用同一個伺服器的吧 但是他一直沒有講清楚的一點是 我們剩幾次機會 我們剩五次機會了 拜託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光求個UR這麼難 而且這次是三選一耶 我有可能會抽到扇子 我有可能會抽到坎子耶 可是我想到的是零 我其實已經覺得這次已經算是 非常大海撈針了 就現在連個UR都沒看到 對啊 我們先看下一次10點有沒有 嗯 該有了吧 欸到底是怎樣啊 你是不是真的叫我罵你還AS 我現在真的要生氣了喔 好啦我就長話短說啦 SIF的部分就是 SIF的部分就是齁 我不知道 能不能在同一個手機上面 同時玩日版跟國際版的 因為我一直都是雙修玩家 但是 他這次這樣搞 他其實也沒有講清楚啊 就是 你要不要併同一個APP 他沒有講耶 他沒有講 他只有說 我們會出一個英文版的APP 但是 但是很奇怪啊 因為你說你要併服 那 那我就很擔心你是不是要併同一個APP 你併同一個APP 我就沒辦法 同時玩兩個版本了 所以 對啊你們可以去看 他臉書有發正式公告 可是他也沒有講清楚 他就 講個肉肉等 然後也 最重要的 你要不要 跟日版共用一個APP 他沒有講 對 所以 這點讓我滿生氣的 因為 我覺得這是最應該要交代好的事情 沒有講清楚 好 我覺得我可以開始來罵AS喔 我真的很不知道你在搞什麼鬼 剩40抽 欸我真的覺得你真的是要我罵你 因為 5% 100出於5是多少 20 20抽就應該出一張UR 你現在40抽沒有 你真的想要把我給氣死是不是 你是不是一直在挑戰玩家的下線 我跟你講 你20到24張的劇情 已經夠讓人生氣了 然後你現在這是怎樣 你一直說你這遊戲有5% 你欠罵是不是啊 欸 我很少在實況的時候真的生氣喔 你真的是不要逼我 來 下一次我們再試試機會 我覺得是該出了啦 真的再不出 太... 各位看官 各位看官 如果說 你現在正在看我的實況 你還沒入坑的AS 我在這邊跟各位看官說不要入坑了 如果說 你現在有在玩AS 然後你沒有退坑的念頭 你也不要在這遊戲課金 很扯 我真的覺得很扯 現在是怎樣 我都 我都不想把話說實 我都不想說 我覺得20張那個鬼東西出來 然後 然後 你的營收只有在下一個月 掉了大概一半 然後在下一個月就恢復 我都不想講這種事情了 你是不是真的是想要搞得 我們這個實況無煙瘴氣了 50抽沒有UR 到底是怎樣啊 5% 5%的東西 50抽沒有UR 沒關係啊 我今天就 我今天就在這部實況 跟各位看官說 這個遊戲 他的5%根本就是騙人的 由我這個實況主 親自拍實況見證 50抽沒有UR 欸很扯欸 很扯欸 是不是怎樣 就算 就算我上次有抽到Niko 你也不用這樣對我吧 我都已經想說 我沒有抽到0就算了 因為 本來就很難抽 因為三選一 我今天 暴時的 我可能歪個幾張 好啦 那那也就算了 我現在50抽沒有UR 到底是怎樣 我們剩3次機會 我頭好痛喔 欸我這真的有點 幾張 一張 有點太晚了 你知道嗎 而且 這張 好啦如果這張是0的話 我可能真的可以 扶平我剛剛 生氣的情緒 但是 機率也不高啊 先看啦先看 Ruby 欸欸欸 欸 好像可以欸 欸這張 這張Ruby覺醒很可愛 喔呦 好啦 這個可以啦 欸 可是 有 一馬歸一馬 你剛剛50抽真的太扯了 我現在60抽也在一張UR 你有5%欸 我真的現在不知道該生氣還是該笑 欸 欸 我 我先臉抽 我先臉抽 我覺得現在就臉抽 呃 他來的一張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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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是來的一張沒有pick up的 我很意外 你知道嗎 等一下 等一下 我 我現在不知道 到底該怎麼反應欸 等一下 這張是什麼 這張什麼 總之我覺得我真的就是連抽就對了 好啦不是 什麼都不是 天歌喔 好啦這個就 還可以好不好 可是你現在是70抽2QR欸 我真的還是覺得 呃 可是抽到Ruby 欸我覺得抽到Ruby是 一定運氣非常好的事情 等一下 可是我今天的重點是0啊 到底能不能抽到啊 連抽了啦 連抽了 我 我要再鄭重講一次 我今天本來是沒有要罵AS的 只是那個60抽真的太扯了 好啦我們先看一下這是什麼 2QR等一下 我們其實80抽4QR欸 等 欸 機率直接好像回來了欸 這怎樣啊 這怎樣啊 這是戴牙嗎 啊 砍子 等一下 喔呦 我不是要砍子啦 喔 雖然我知道應該 有一些人想要砍子 不是 我們 好啦我只好中這一期的 那那另一張是什麼 我們看另一張 喔呦 你不要再最後才在那邊 喔呦 你知道我很難做人 喔呦 花羊喔 還是沒有0啊 你的女朋友跑來防守了啦 喔呦 喔 還是有點失望欸 雖然 我覺得這次抽最好的就是那張Ruby啊 但是 我正要來抽0的欸 也不錯啦 欸他機率整個直接回來 80抽4QR 所以是 2 呃 等一下喔 20抽1張U啊 對啊 機率直接回來欸 你前面50抽 讓我那麼生氣 然後後面直接回來 你知道我很難做人 你知道嗎 欸我先講我一開始是 真的是沒有要罵AS 我今天本來就知道要講ASIF 那個國際版的事情而已 但是 前面50抽太扯了 而且 你知道嗎 我在幫幫也體會過前面50抽 沒有 4星這件事情 但是幫幫只有3% 這個遊戲有5% 所以 就 很扯啊 怎麼會有50抽沒有UR這件事情 然後 然後這一次其實我們整體來說 這一次其實抽的不算差喔 只是 沒有抽到0 而且啊那個0喔 這次 這次沒有抽到 我覺得這次應該抽不到25個 也很難再囤到可以抽 然後又抽到 這種事情應該是幾乎不太可能 然後這次沒有抽到 之後 基本上只能等復刻 可是 你知道這一次我抽到Ruby對不對 我這次抽到Ruby 你知道 Ruby 那張Ruby我已經 基本上不太期望 他有機會再出現了 所以 這一次可以抽到 就是真的是一個大海撈針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沒有pick up 他是之後再也不會有pick up 很難 很難有 然後居然就 這麼直接 就入手了 對啊 非常的意外 所以說我們那張0 說不定之後 哪一天抽哪個face 突然又出現之類的 說不定下次出個第二張face 限定Ruby 直接抽到也是有可能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他第一次出的時候 我就抽爆了 沒抽到 欸 他有色尾耶 他的色尾是什麼顏色啊 我們看一下他的服裝要嗎 喔 這次 這次真的是 意想不到耶 3D看起來是不錯啊 但是主要是 好像主要是 立繪的那個姿勢 真的是 我受不了 所以 恩 所以好 我們這次就是抽到Ruby啊 真的是非常意外的結果啊 不過我們的這個0 沒有抽到啊 蠻可惜的 那如果各位看官員要抽這次 不然是扇子還是勘子還是0 就加油好不好 那我們這次的抽卡實況 就先 抓到這邊啊 真的是非常意外的結果啊 前面讓我超兇耶 前面真的是 讓我真的是蠻生氣的 那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轉變 真的是太戲劇性了吧 好不好 好啦我們這次抽卡實況 就先抓到這邊了 好啦那小明天的實況 就先抓到這邊好了 Let's go to the episode 如果你們喜歡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一個喜歡 並且分享 想繼續看下去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一個訂閱 從現在開始成為 看網路的影片 都點擊滿一下鈴鐺 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評論 可以在影片下方評論